不是吧,现在的年轻人都玩这么花,那啥时还要读小说增添情绪的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剧集地,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日本大尺度爆笑深夜剧《深情的接吻》第五六集 上次说到,上条的竞争对手小月出现,小月不仅找校帅姐喜欢读书,更是和华的高中同学 经此刺激,上条也不装了,跟和华小两口开始玩花的了,甚至还让和华在那啥时免书给自己听 一转眼,他们在一起已经两个月了,有件事让和华很困惑,那就是他之前不想谈恋爱的原因就是不想被占据看书的时间 可现在跟上条在一起后,自己反而没那么多心思看书了,明明之前还不好意思教他名字 可现在,自己竟然会在书跟上条之间选择上条 还会说一些请尽情填满自己的虎狼之词 和华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了 这时,同事们在张罗周末的聚餐,和华还是醒过在焉 他既不知道上条为什么这样喜欢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这么突然喜欢上条 想着想着,同事们就让和华周末吃饭的时候把上条也带来 告诉上条后,上条担心自己是个外人让和华尴尬 和华随口说了句,自己也邀请了老教授他们 上条一听就不乐意了,说自己必须去 而且刚才和华又忘记叫自己名字了 上条说,下次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他就必须惩罚和华自己一下 看着上条认真的脸,和华更不知道凭什么自己可以被他这么喜欢了 气氛逐渐暧昧,上条又打算把和华推倒在沙发上了 结果咔嗓一声,上条装病不成,眼镜还暴废了 到明天重新配眼镜之前,上条就只能是半瞎状态 走路可以直接撞到树上的那种 看到平时的霸道总裁,现在像个犯错的小男孩一样 和华母性大爆发,担负起了上条的引导员责任 回家晚饭也不让他做了,刚好趁此机会,抢回一次照顾主动权 还好上条的眼镜坏了,不然看到和华做的这坨物体,指不定要破防 果然,上条一口直接咬在了和华的手指上,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不仅如此,和华还提出帮上条洗澡,显然就是想发生些什么 可惜,上条仍然牢牢把握撩没主动权,把和华吃得死死的 和华十分不甘心,又把上条拉到卧室 果然,上条提出了请求,和华主动坐下来 而且他还说,这次让自己在上面 纯情少女蜕变时,从最开始的拒绝接触男人 变成如今主动出击的玉女,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呀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和华就发现了厕所里的隐形眼镜盒 才知道,原来上条昨晚回来后就戴上了隐形眼镜 靠,感情这家伙是装的呀,实在是太羞耻了 此次行动,和华再次失败,仍然被上条拿捏得死死的 他干脆坐到一旁生闷气,结果上条稍微哄一下 和华的气就烟消云散了 他发现,面对这个男人,自己根本无法真的生气 上条就像一本书,而自己根本不知道书的后续是什么 这让他充满了热情 很快,周末聚餐时间到了 上条果然出现在了现场,强势打断了小月跟和华的聊天 这时,各CP组姐妹又来哄托气氛了 为上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和华的 和华也想知道答案,而小月则在一旁吃醋 只是上条打了个哈哈 很快聚餐结束了 上条把和华拉走散步 过起了二人世界,也许是酒精的缘故 和华问出了那个他一直想问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上条这么喜欢自己 上条抱住和华,容然没回答 只说时候到了,他自会告诉他 对于上条来说,和华是多么特别 而目睹自己的心上人躺在别人怀抱里你弄我弄的小月 遭到了暴击 更悲催的是,他还要继续负责跟和华他们图书馆的合作 只是和华就跟十年前一样,喜欢文学 而且对自己没有丝毫兴趣 对于小月来说,天生颜值出众的他 在学生时代是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 而他第一次一见钟情的对象 就是这个看上去十分清冷的和华 他也是为了离和华更近一点 才报名担任了图书馆理员 只是受效甚微 而就在这时,上条转来了他们班 同样出众的他,一下就抢走了属于小月的那些疯狂 要是连自己的女神和华都被他吸引的话 小月简直不敢想 决定干脆去找和华表白 不过见到和华懵懂的脸 小月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又消失了 而这一后悔,就是十年 这十年,小月跟和华再无联系 回应了许久,小月才回过神来 临走前,小月不想再抱任何遗憾 再次鼓起勇气,打算表达自己的心意 结果就在这时,小月生命里的丧门心上条又出现了 机会再次丧失 小月垂头丧气 不知自己还要被困在青春里多久 突然,一个叫玫瑰的女人给他打了电话 小月干脆就过去跟他睡了一觉 仿佛是在赌气发信 第二次三人聚会 和华因为加班还没到 只有小月跟上条两个男人 简直就是肃杀红门宴 两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话题 在小月心里,上条就是那个完美的别人家的孩子 没有什么是他不能轻轻松松办到的 但上条却不这么想 高一那年,因为父母工作关系 上条来到了这所学校 父母是经常换地方的研究员 所以上条也经常转学 久而久之,养成了一手高潮情商 但这也导致了上条对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 因为他知道,不管什么都会很快离自己而去 不过上条没把这些告诉小月 两人的话题又回到了和华 火药味瞬间浓了许多 小月开始主动出击 说自己跟和华文学品味一致 爱好也相同 的确,在这件事情上 上条略输一筹 这时,和华赶到了 趁着上条看菜单的时候 小月给和华盛起了饭菜 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再加上小月之前那番挑衅 上条更是伤心 抱着沙发上熟睡的和华 上条又想起了高中 那使得他还处于对未来一片迷茫的状态 某天看到和华放学后 独自留在教室里看书 看着和华这么一副不玩世事的样子 上条干脆就问他以后的梦想是干什么 没想到和华的梦想很坚定 那就是当图书管理员 不久后,上条就得知 他们全家要搬去德国了 尽管上条心里不乐意 但他还是表现得非常随和 但其实上条的状态是很糟糕的 游刃有余的外表下是疲惫不堪的心 恰巧一天 他看到两个喜欢小月的女孩子 因为小月的偏心而为难和华 过去解围后就离开了 和华主动问起了上条的情况 说他感觉他很糟糕 于是把上条拉去了图书馆 说如果上条累了的话 可以靠在自己背后休息 也顺便作为刚才替自己解围的奖励 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 上条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和华 他的心里第一次产生了执着 于是那给和华留下心里阴影的 强吻非礼就这样发生了 冷漠的上条一旦打开情感的阀门 就止不住内心的滔天洪水 回忆之后 和华抱着枕头敲开了上条的房间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想必小伙伴们都已经知道了 而此时此刻 我们可怜的小月还在幻想和华躺在她的身边 至此 日剧痴情的接吻 第五六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回忆剧情慢慢变多 编剧就硬厚着脸皮拉石尝试吧 实在是太无语了 能不能来点比较劲爆的剧情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也可以在评论区 发表你对本期视频的看法 记得订阅剧集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